爬下去 内奸找不出来 倒把大家都吓跑了 海棠姐 我好害怕啊 刚刚月明少爷 问了我好几个问题 我一紧张就想得有点久 他那个眼神太吓人了 你害怕什么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他例行问话 不过就是为了排除嫌疑 我们也就罢了 月轩少爷 从头到尾都是最上心的 现在连他也跟着被怀疑 你说月明怀疑月轩 他问了我好多 关于月轩少爷的行作 不过他们是七兄弟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我去找月轩 大家都挺认真的 特别是月轩少爷 我问你呢 没说别人 我都汇报完了呀 我只是觉得可惜 当初要是听了您的话 在展相会上 满烟枝拿出来就好了 现在这个产品 却成了 诗航路的主打品牌 工坊的姑娘 都辛苦了这么久 却让世家百败占了便宜 大少爷 你也别太难过了 大家都知道 你对朗里春特别用心 反而月轩少爷 有时候不知道 他的心思放在什么地方 你说会不会是月轩少爷 和世家少爷 一块玩的时候 不小心先露了配方啊 行了 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乱说 月轩他是我弟弟 孰清孰重 他自己分得清楚 是 少爷 您还有什么需要 我帮忙的吗 新强愿意听您吩咐 你出去 把下一个人给我叫进来 是 月轩 我早就应该把胭脂做好的 现在让别人抢先了市场 让李春完全被动了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我觉得你做得没错 红叶胭脂有它的瑕疵 锦涉定香呢 也有它的风险 咱们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 去贸然地生产 可是我们确实让人钻了空材 问题出来了 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嘛 你与其在这自责 还不如花点时间去想想 怎么完善定香工艺 拓展市场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么站稳市场 海灯 为什么每一次 你都有办法 把我从第五中拉出来啊 你以前也是这么安慰我的呀 不过这一次情况真的不一样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内奸抓出来 不然后患无穷 这一次他盗取的是红叶胭脂 那下一次 会不会是鹅蛋粉 爹 咱们都是男人 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说什么 你是不是偷别人配方了 谁跟你说的 我没听谁说 我随便问问 谁让你问的 这是你该问的吗 那那就是了 闭嘴 你这嘴啊 平常除了吃饭之外 其他时间都给我闭紧一点 滚 爹 你这么做有点不地道啊 我记得啊 该问的 别问 不该问的 问了叫挨打 听见 赶紧给老子滚 快点 朗家现在的情况 怎么样了 朗家人现在相互怀疑 闹得是鸡飞狗跳了 这件事情 你干得非常地好 我要看看朗思年 该如何收手 施老板 到了我们 偷了朗家的配方 你说朗家人会不会 重要的是 洪燕这两个字 已经被咱们给占了 钱到手了 什么都完了 施老板 那我爹那个事 你爹什么事 拿了施航录的钱 放心 那是当然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撤出来了 做事情 有始有终吧 可他们现在 已经开始调查 如果查出来的话 咱们就都漏馅了 那你这个时候走 不是更容易 让人怀疑吗 那我要留到什么时候啊 我又要留到